房市健康拉警报 原来台湾的房屋供给量也有三高 一间间的房子等着出售 现在房市的余物量很高 使用执照跟建造的合发量也很高 这三高让房市不健康卖压沉重 做个健康检查 台湾余物量7.45万户 已经是八年最高 建商却还拼命盖房 建造合发量6.79万件 让供给爆满 房价有望下降 这几年之内 房价再继续往下修 是有很大可能的 大概下修的空间 大概是在两层到四层之间 不过全台180万老屋 估计也要启动换屋潮 专家看这波房价下修不会太长 房市三高代表建商 对其实后市还是看好 五年甚至十年以后 我觉得对这些新房子来讲 它还是会因为需求量 大于供给量而会再往上调的 但房市危机还有 全台房贷宽限期余额共1.05兆元 而将在今年底到期的 还有5429亿元 也就是这些人将不能再只付利息 必须本息摊还 还款压力变大了 我们看到银行现在把整个宽限期 往后拉长或者是自动延长 也的确让这些 我们说急着要卖的屋主 有一些宽限或者是喘息的机会 银行伸手救援 但专家还有担心 在第二季的同期成长量 成长只有0.97 跟去年的10.63 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异 专家也分析房市回闻 却没有消化余屋 八大行库展研措施 并没有让危机消失 只是延后一至两年 东森财经新闻六志六子腾 台北采访报导 中森财经新闻六志六子腾